要说今年娱乐圈的黑马 有几位少年不得不提 他们就是TFBOYS 出道短短一年的时间 大量的粉丝 其实他们真的很年轻 只有十三四岁 年轻到还要背着书包 去考试的年纪 没错 所以之前他们一直都在忙考试 忙得不亦乐乎 那现在考试考完了 迎来了美好的暑期了 他们面对媒体镜头的时候 似乎有点开始生疏了 一起去看一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两个月没见了 大家好 两个月没见了 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上次在 大家好 两个月没见了 再次面对镜头 王俊凯显然有点紧张了 在不停NG之后 他最后的收场是这样的 好久不见了 大家身体还好 自从两个月前获得音乐奖项后 TFBOYS三位少年 暂时远离了大家的视线 此次正值放暑假 别以为三位盯着电脑 就是在打游戏 其实这三位受邀参与公益访谈 正奋笔疾书地回答 粉丝们的提问 不过热情的粉丝 也有让他们犯难的时候 对于王俊凯来说 粉丝们的热情 他可是早就感受到了 不久前网络上兴起的 为王俊凯中考加油的热门话题 就让他有点小尴尬 二十年都没发微博 所以一发就有很多粉丝来留言 就下面留就是那些重点 什么语文的古诗数学的 含蓄那些公式什么的 然后过了几天 然后我就上微博 发现一个人就在说 考试的时候想作弊 不知不觉就翻出了 王俊凯的微博评论 虽然网友们最终 还是没有猜中题目 但是王俊凯的中考感觉 还是不错的哟 心情学挺好的 挺放松的 其实我觉得考得还行吧 小小时 很小的时候 清华北大 娱乐新天地 TF Voice 请燃烧小宇宙吧 北京采访报道